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以致丹点之美又分成为可逆和蓝逆的 蓝逆的这个基本上是毒药 有这个独立学艺 还有这个化学武器 有一部分化学武器 还有农药都采用这种东西 采用的是蓝逆性的 所以会引起中毒 所以军事在军事上面药物上面 会研究的这种比较多 像前面讲的沙林 介质器 现在这些东西就是蓝逆性的 丹点之美一直讲 我们当然不会用这个来治疗疾病 但是要知道怎么解毒 可逆性的丹点之美一致药 在那里是有应用价值的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丹点受体积动药 丹点受体积动药 当然可以用一线丹点了 但是这类药物 我们说到了血中 血中就是有丹点之美的 很快就降解得到 丹点之美的活性很高 所以在血中 我们在动物试验上可能会用 静脉推一点这个一线丹点 引起一过性的血压下降 很快它就回来了 为什么 它很快就被降解掉了 丹点之美的活性很高 所以这类药物 没有全身用药的价值 作用太短了 那么可以通过把乙线机 跟它进行一下改造 这个就不太容易被丹点之美降解了 所以它的作用会强一点 但是这类药物的 全身用药的价值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 你把整个移线丹点 丹点的受体都以兴奋 像心血管系统 平滑机系统 线体系统都给你兴奋掉了 所以就会产生比较广泛的一个作用 M样作用 相当于附加感神经兴奋的表现 因为附加感神经的结合线维 都是丹点的线维 而且它支配的主要受体就是M受体 M受体被兴奋 那么首先心血管系统是一致的 受宿率下降 心率减少 血压下降 所以这就是附加感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们用黄色的表现的 用黄色的标出来的主要是 附加感神经支配占优势的 这样在很小的计量下面 更多的表现出是这样一些作用 首先消化系统 密尿道系统 气道平滑肌都是兴奋的 我们只需要这样说 你就应该能够推出 它的临床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消化道平滑肌如果剧烈的兴奋 表现为什么 胃肠道 胃肠道的功能 你说说 对 筋卵腹痛 对不对 这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要肚子疼 如果再 它不仅强制的筋卵了 然后蠕动加快 浮泻 腹痛 腹泻 然后胃的蠕动 力蠕动增强 喽吐 对不对 所以上吐下泻肚子痛 消化道平滑肌过度进来以后 就呈现这样一种反应 做一种反应 那么密尿道平滑肌进来 尿失禁 强烈的当然也会痛了 膀胱出现脚痛 然后尿失禁 气到平滑肌进来 呼吸困难 对不对 气到阻力增大了 传不过气来 气到平滑肌进来 呼吸困难 所以能通过这样一个 相应的把习惯 过度兴奋 它的作用力 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推测出来 腺体分泌增加 首先最敏感的唾液腺 所以这个一分泌以后 哈拉子会流下来的 所以过量了以后 大量的唾液会流出来 当然清醒的时候 我们会吞咽 但是如果你过度中毒 人处于昏迷状态下 这个口水就会拖得很长 所以用单架的拖着 唾液都拖得 可以拖得很长很长的 那么还有汗腺大量分泌 湿滤滤的全身 汗衣衣服都湿透了 汗衣衣大量分泌 一摸皮肤 全身都是湿漏绿的 汗衣衣大量的分泌 当然 你拿听诊 你听一听 呼呼呼呼 智气管有些分泌 痰大量出来了 是吧 而且痰大量分泌的时候 有时候 智气管在一搜索 痰在一分泌 所以这个人很容易出现 呼吸 这个 呼吸 自吸死亡 里面又分泌了 外面气管在一搜索 气道本来就小 在分泌中 在一毒 所以这种人最容易出现 呼吸衰竭死亡 呼吸衰竭死亡 那么当然 激量很大的时候 也可以出现循环衰竭 循环衰竭 不是他死亡的 最早死亡的原因 最早的这种人 主要是呼吸不行了 气道又毒 痰又多 不能够通气了 窒息 导致窒息死亡 所以是这样一些 线体的分泌 眼睛 瞳孔 在瞳孔上面 等会我们会专门讲眼睛 由它的平化剂的一个分布 瞳孔 瞳孔是缩小的 瞳孔是缩小的 甚至严重的中毒的话 针尖让瞳孔 瞳孔出的像针尖一样的 调节精卵 就是看近视 调节于近视 调节于近视 同后我们还经常会介绍 什么叫调节精卵 调节精卵 调节精卵的反面 叫调节麻痹 调节精卵 是M受体兴奋以后出现的作用 M受体被阻断以后 产生调节麻痹 调节麻痹 那就只能看远视 好 这叫N样作用 这叫M样作用 我们一说M样作用 指的就是这四 这是四组 这四组表现 尤其是于 这个消化 就是平滑机 线体 眼 平滑机 线体眼 为主要的一个表现 把器官 心血管系统是一致的 因为心血管是胶管支配占优势 在这地方单独作用M 当然它是一致的 N样作用 显然是指的神经结 神经结 NN 我们的数字叫NN 我们以前叫N1 就是神经结兴奋 神经结兴奋以后 结后的 单减能和 趋压生用的神经都会被激动 因此 它会表现出优势支配的效应 不是优势 优势支配 在心血管系统是 需要神性的神经作用 血压升高 心跳加快 是这样一些反应 那么在消化emia系统 在内脏平滑胶系统 当然像这些部位 就表现为M样作用的 进一步加重 进一步的加重 这是神经结 N2 就是在我们 tertiary Nm 表现为骨格激 信奋 注意 所以当我们直接兴奋在它的NM上面 表现的不是有协调的骨骼机的激励增强 这个一次是不是就大烈士了 就举起来了 你直接兴奋这个东西不会产生这样的作用 那么它是各个突出部位的 这种兴奋 而且这种兴奋往往不会产生 不像我们在中枢 比如中枢导致运动的纤维过度兴奋以后 它产生了这个肌群的协调的一个收索 全身的筋丸的收索是协调的 这个反映的是在局部的一个 在最末梢的一种兴奋 它们相互之间不够均衣 所以它不会产生有协同力的一个激励的增强 反而是激张力增加 而且是呈现激素的颤动 我们给兔子 让兔子处于这种N兽体过度兴奋的情况下 你在它这个背上 因为它有皮毛你看不到它的颤动 但是你把这个手放在它的背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手下好像有很多的蚯蚓在蠕动一样的 就是激素颤动的反映 它是一个不协调的叫激颤 实际上它是属于麻痹状态 它自己不能支配它的肌肉了 反而不能支配了 因为都被这些激素的颤动 使得功能 骨骼肌的脏功能 反而是属于瘫痪 它不能自主运动 好 我们想进一步再来讲一下眼睛 眼睛 这是脚膜 这是精状体 所以在这个眼睛 精状体后面呢 当然是这个 这地方画的是视网膜 所以一个几件 那么这地方呢 显然这地方退出来的 这叫红膜 这是一个眼睛的几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基本的结构 在这个红膜上面 红膜上面 有红膜的一个 扩跃机 红膜扩跃机一收缩 瞳孔就缩小了 同时还有红膜的一个 肤色状态机 它兴奋以后 瞳孔是散大的 瞳孔的肤色状态机 是受α手里支配的 所以你一旦 交感成精状态后 这个人瞳孔就散大了 所以这个人一旦愤怒的时候 浑身发抖 怒目远真 怒目远真是 他的这个眼瞼症大了 你看他的瞳孔 瞳孔也变大了 这是因为α手提兴奋了 但是你这个 如果你的m手提兴奋以后 扩跃机收缩 瞳孔是缩小的 再看这地方有一个结构 这叫结状机 结状机 或者也叫结状体 结状体 这个结状体呢 是整个 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环 结状体 这上面是m受体 一个环形的肌肉 结状体 环形肌肉一收缩 就像我们直气管上的 环形肌收缩以后 这个管筋是变小的 对不对 那么结状体收缩以后 整个结状体也是变小的 在这个结状体上连接了 这个叫金状体旋韧带 相当于一个机环 中间呢 我们用一圈韧带 最后拉住中间的金状体 这个金状体是有弹性的 年轻人弹性最好 老年人当然弹性就越来越差了 老年人弹性越差了 所以当你把这个机环 一缩小 这个旋韧带是会紧张 还是松弛 机环变小了以后 松弛 这是每次考试 最多的一个问题 当结状体上 m受体兴奋以后 所产生的是 结状体收缩 旋韧带 金状体远 旋韧带松弛 那么这个金状体 会借助自身的弹性 会变突还是变扁平 变突了 变突以后 折光性 折光率变大 那么这时候是近似还是原似 近似 这样 这地方是变扁平了嘛 这地方就调节于近似 所以m受体兴奋以后 属于调节于近似 叫调节金卵 调节金卵 所以这个时候调节金卵 是那个结状体在那里的金卵 它始终在那里收着 始终收着 就把那个金状体 那个旋韧带就松在那里 松在那里的地方 你的金状体就捧得很 很凸凸的 所以你的折光率就真大了 所以你看近似的时候 当你看一个近似的时候 一定是结状期拼命搜索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连这个小孩子容易出现假性近似 你老在那里看着 这种条件就处于调节金卵了 调节金卵了 用老看中心 最后你拿掉以后 原处你就看不清楚了 因为你那个结状期 还处于金卵的调节状态 原处你就看不清楚了 要承认只能看近处 所以这样的人 我们要用点调节麻痹的药物 比如说 把他的这个结状期 给他松弛一下 就可以治疗 他的这种假性近似 假性近似 所以这个就是调节 对眼睛的一个作用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调节了这个 这是结状期 所产生的影响 它主要是 连接着这个旋韧带 连接着这个旋韧带 再看一下这个 虹膜产生的影响 当虹膜被开大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虹膜开大以后 它都推到周边了 推到周边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和这个 金状体前面的这个接触 就少了 少了 你看这里方 你看金状体 很大一面 都和虹膜后面 都是接触的 所以如但 如果你这地方发炎了 比如说虹膜 结状体炎的时候 那你这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分泌物 含有大量的 纤纹蛋白的分泌物 而你的虹膜老是 持续的经完 收缩的时候 分泌物一出来 最后就会形成粘连 分泌物就把这个金状体 和前面的这个 就粘在一块了 好了 这变成虹膜闭锁了 你眼睛 这个虹膜就开不大了 开不大了 叫虹膜粘连 虹膜粘连麻烦了 要做手术 把它剥离开了 所以为了防止虹膜粘连 如果有眼泪炎症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 让虹膜退到周边去 开得更大 让它和金状体的接触 所以大部分时间 我们要它开大 但是开大了以后 有时候这个地方 也会有点小的粘连 所以我们开一段时间 监惑性的收缩一下子 然后再开大 防止它粘在一起 就是用这个开大 用瞳孔的扩瞳药 和受瞳药交替使用 但是大部分时间 应该是处于扩瞳状态 中间监惑的收缩一下子 防止它结冰 也不停地搅动 不让它在这边粘在一块 瞳孔扩瞳以后 引起的另外一个影响是 当瞳孔散大以后 大家看对前面 这个脚叫前方脚 前方脚这地方 有拱膜筋脉痘 所以我们这个眼睛里面 是一汪汪的 冲起来有防水 是用防水冲盈的 所以这个人 这眼睛水汪汪的 它里面真有水 叫防水 防水是由从脊脉里面 滤出的液体 没有蛋白质 滤出的液体所形成的 它主要是从结状体 结状体这地方 上面的上皮细胞产生 以鸿膜为界 鸿膜前面叫前方 鸿膜后面的这一块叫后方 所以从结状体和鸿膜的脉络虫 这地方生成了以后 从后方经过瞳孔流出到前方 然后进入到前方角 这地方有一个叫前方角间隙 间隙这地方有骨膜 肌脉痘 然后通过骨膜肌脉痘 回流进入到肌脉里面去 这就叫做防水的一个循环 任何一种液体 充盈一定的体腔的时候 就会形成压力 这种防水充盈于眼睛 形成的压力叫眼压 眼压 所以有一种疾病 就是病理心的眼压过高 病理心的眼压过高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眼球周围 都是很坚硬的 这个眼球还挺坚硬的 周围都是很厚的那个拱膜 就是你翻开那白白的 这个很厚的 一般人 因此这么厚的压力 这个压力最后向哪地方释放呢 前面也凸不出来 这里也凸不出来 所以它最终会凸露到 这个最后面的眼球的后端 因为眼球的后端 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大灯样的 其实这个大灯 这周围都是很硬的反射 抛物线的反射面 但是在大灯的后面 要有一根电线穿进来 鼠龙蹬抛的 那地方要穿一个孔 电线才能穿进来 而我们眼睛穿一个孔进来 穿电线的地方是穿的什么 四神经 所以在四神经的周围 这个地方没有很坚硬的 这个拱膜的 这个保护 这地方是最薄弱的 因此当眼压一升高的时候 就会压迫这个四神经 我们叫四盘 四神经乳头这个地方 那么就会形成四神经乳头的萎缩 而且在五官科 有个叫背盘比 四神经乳头 中间乳头的部位 外面是个盘子 中间是个杯子 叫背盘比 随着这个四神经 凹陷增大的话 这个杯子越来越大 和外面的盘子的比例就快接近一了 那说明这个乳头变得被压扁了 压扁了 那么随着这个压力的增大 四神经长期处于压迫状态下就会萎缩 就会萎缩 最后出现失明 所以这样的疾病叫轻光眼 轻光眼就病离性的这个眼压增高以后 最后导致四神经萎缩 当然在萎缩之前 首先是神经 随着四神经的萎缩以后 他的这个视野会慢慢慢慢的缩小 原来你看 我们看着两侧的这个视野 可以看得非常的宽 你即使不要看过来 我们说用余光就可以看着两侧 当这个人轻光眼以后 最早期的表现是 他的视野越来越小 没有什么余光了 最后会形成管饰 管饰 就是看着这地方只能看着这一块 要看旁边他要这样看 他没有余光了 因为他的视野越来越小 随着四神经的萎缩 他的四神经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完全失明 那么治疗这种疾病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就是要降低眼泪压 降低眼泪压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红膜尽量的缩小 大家看一下 当红膜缩小和红膜开大的时候 前方脚的一个变化 当红膜开大的时候 你看前方脚变得非常狭窄 因为这个肌肉都推到周围了 这个周围的肌底部变得很肥厚 就会使得堵塞在这个前方脚上 所以防水流出就更加不畅 眼泪会增高的 但是你把红膜一拉紧 你看这地方它的肌底部变得很薄了 很薄了 这个前方脚会开大 防水就更容易流出 是有利于降低眼泪压的 所以轻光炎有两种 一种叫臂角型轻光炎 一种叫开角型轻光炎 臂角型轻光炎 这个脚指的是前方脚 那么如果这种人 他的生理性解剖血上面 他的这个脚就很小 那么导致的眼泪距离力增高 显然它的主要问题是防水流出不畅 这样的人对于使用素酮剂 它的降压效果是最好的 开角型轻光炎本身前方脚 下脚不是很明显 它叫开放的 所以它的防水的眼泪力量增高 认为主要可能是防水生成过度 防水生成过度 可能是主要矛盾 对于这样的人 开角型轻光炎用缩酮的办法 降低眼泪的效果 显然不如B角型轻光炎 效果好 但是也有效 所以轻光炎的人 一般我们用缩酮剂都会有效 对B角型轻光炎效果更好 更好 好 这是我们对眼睛它的一个解释 这是一个前方角绿联深层 然后通过古马金脑豆回流的一个图 M-SOT主要器由于它对眼的作用 尤其是对瞳孔扩液机上面 M-SOT的兴奋作用 所以可以产生缩酮 降低眼泪压 调节精卵 那现在我说这几个词 大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什么叫调节精卵 调节精卵是因为结状体肌 上面的M-SOT被激动以后 结状体收缩 玄人带上那一串 最后是精装体 变突突了 所以叫调节精卵 对腺体 唾液腺 汗腺最敏感了 分泌会增加的 对平滑肌 消化道 呼吸道 都会精卵的 显然这两个作用 一般来说没有临床用药价值 对盐是主要的临床价值 因此这类药物 皮罗卡品 毛骨骨骨骨骨骨骨的 主要临床用药 是眼科应用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 谢谢大家